第十二课 为什么把符字倒贴在门上? 一 课文 一 我们把教室布置成了会场 圣诞节和新眠快到了 我们班准备在圣诞节前举行一个联欢晚会 请老师们也来参加 晚会上我们要唱中文歌 用汉语讲故事 表演节目 品尝各国的特色菜 班长要求我们 那天把自己亲手做的菜带到晚会上来 让大家品尝 玛丽说 我们最好借一个大教室 把它布置成会场 前天 我们找到管理员 告诉了他借教室的事 他答应 把那个大教室借给我们 昨天下午 服务员把教室打扫了一下 把门和窗户也都擦得干干净净的 我们把桌子摆成了一个大圆圈 爱德华把圣诞新年快乐几个大字贴在了黑板上 李美英说 晚会上 他要和几个同学唱歌跳舞 所以把音响也搬到教室里来了 爱德华昨天从商店买回来一棵圣诞树 我们把它摆在了教室的前边 用彩灯和彩带把它装饰得非常漂亮 安娜是我们班最小的同学 她的生日正好是12月25号 所以同学们还为她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和一个生日蛋糕 但是我们还没把这次告诉她 我们想到晚会上再把生日礼物拿出来送给她 给她一个惊喜 让她在中国过一个快乐的生日 我们把教室布置好以后 请老师来看了看 老师高兴地说 你们把教室布置得真漂亮 为了开好这个联欢会 同学们都认真地做了准备 明天晚上六点钟 我们的晚会就要开始了 欢迎大家来参加 2.把对联贴在大门两边 诶,这幅画挂在什么地方比较好? 我想把它挂在中间 对了,小林还没把水仙花送来吧? 已经送来了 我把它摆在卧室里了 你来看,开得可好了 把它摆在客厅里比较好 我把符字贴在门上吧 把你写的对联也贴上去吧 新年新春吉祥 百行百夜 你是不是把星字也写成旺字了? 哦,可不是嘛 写错了 应该是新年新春吉祥 百行百夜兴旺 3.为什么把符字倒着贴在门上呢? 连方,这就是你说的对联吗? 是啊 门上这个字怎么念? 你仔细看看 认识不认识 没学过 这不是幸福的符字吗? 过春节的时候 差不多家家都贴符字 这是幸福的符字 为什么把符字倒着贴在门上呢? 这样 人们一看见就会说 符到了 听声音就是符到了 哦,那我也去买一些符字来 把它倒着贴在门上 床上 桌子上 椅子上 沙发上 冰箱上 洗衣机上 空调上 等着幸福来找我 二 生词 品尝 特色 亲手 最好 把 它 布置 会场 会场 管理员 管理 告诉 答应 打扫 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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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 桌子 圆圈 黑板 音响 彩灯 彩带 惊喜 惊喜 宾馆 宾馆 夫人 福 水仙 开 福 字 对联 新春 吉祥 行业 兴旺 兴旺 可不是 仔细 认识 声音 椅子 幸福 到 沙发 冰箱 洗衣机 一 空调 五 练习 一 语音 一 变音变调 兴旺 姓王 不智 不适 动转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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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